神的道路 高过人的路 神的一年 高过人的一年 他的心里有难途 他的心里有难途 在这个世上痛哭哀嚎 但是呢 我们的痛哭哀嚎和忧愁呢 会变成喜乐 这个喜乐呢 就是富人向富人生产的时候 是忧愁的 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既生了孩子 就不再纪念那苦楚 因为欢喜 世上生了一个人 基督徒的喜乐 跟基督徒的爱 温柔一样 最源头是来自上帝 上帝的圣灵 把这个放在我们心里 但是这个是一种种子 这种种子要变成果子呢 需要在生活中的历练 这个生活中历练 也不要想到一般的生活中历练 天将降大任于私人也 那都是修养 我们说的生活历练 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神磨掉我们的一些 磨掉我们的老我 不是一些所有的老我 神对付我们那个老我的个性 我们不是讲过十字架吗 就是逆着我们的本性而行 逆着我们背逆的本性而行 不体贴肉体 不贪图世俗的享受 而单单依靠上帝 这种忍耐能够产生 满有恩慈的爱 这种忍耐在忧愁中 也能产生丰富的喜乐 快乐 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 真的是学会这种十字架的道路 对上帝有信心 那就是很自由 没有人能夺走我们的喜乐 在一个很顺利的情形下 我们感恩的跟人分享 在一个很密的情形下 我们因为相信上帝在带领 最后会有好结果的 我们就喜乐 我们的那种苦 后来就变成非常大的喜乐 我自己在看到过这样的事情 我是男人不为生产 我不知道生产有多痛 很多人说这是人能忍受最大的痛苦了 现在可能已经不太 一般人不太能体会这个 不仅我们男人不生产 不知道 就算是生产的女人也不一定知道 因为现在那个止痛药非常的好 现在这个一般都是无痛分娩的 虽然无痛还是痛 只是当以前 当耶稣写这个富人生产的痛苦的时候 那是真痛苦 听说那个比什么都痛 我自己最痛的我觉得是牙痛 我也听有医生说有的时候偏头痛到可以自杀的 我不晓得 但是医生常常说最痛的是生产之痛 那耶稣曾经多次 圣经多次用这个生产之痛 来讲基督徒在世会有的经历 包括那个震痛和最后生下来那一刻的痛 撕裂的痛 基督徒的痛就像这样 基督徒忧愁也就像这样 就是说痛是痛真的是痛 但是有一个好的目标 就是那个孩子会生下来 一生下来孩子就忘记这个痛苦了 我太太是高龄产妇生产生的 非常辛苦 晚上十点钟破水到第二天下午五点钟才生出来 很痛苦 那么可是当孩子一生出来 我在旁边看到 因为我们都在产房里面 我看到他 他累真是说不出话来 他一听到那个孩子的声音 我看他就笑了 我看他就有很大的平安 就有很大的满足 这个我们男人永远不能体会 但多少也可以体会一点 就是如果我们是为着一个良善的目标 不管是读书锻炼身体 生孩子努力工作进修 为着一个良善的目标 而在辛苦的时候 忍受到各样辛苦的时候 不管是主动或被动的 你要身体好 锻炼身体 忍受这些跑步的流汗的辛苦 或者说你因为要活出基督的爱 对一些恶人以善报恶 那种辛苦 总之我们都知道能产生美好的结果 那美好的结果 就是喜乐 那美好的结果 也是从爱 从认识上帝而有的这个平安 圣灵的果子里面有和平 我们今天也要花相当多的时间来提这个和平 和平是建立在人跟神和好 人跟人和好的条件下的 和平必须仇恨被消除 罪恶被对付 如果没有仇恨没有消除 罪恶没有对付 那个和平是假的和平 是暂时的停火 就跟我们看到很多的停火和平协定一样 不管是阿拉伯人或以色列人 或者是一次大战二次大战 或者我们春秋战国那一种定的盟约 那都是尔虞我诈的 和平必须建立在人跟神的和好 人跟神的和好必须建立在 第一个人的罪被处罚了 不被处罚 神的震怒不能被平息 第二个人的罪恶被解禁了 如果罪恶不被解禁 人继续不断的犯罪 那么和好了以后 岂不是有更大的破坏吗 更多的战争吗 我跟我的仇家和好了 因为他这个假定吧 他以前天天打麻将 吵我不能睡觉 现在跟他和好了 我再不打麻将吵你了 刚刚和好了 那天晚上他又打麻将了 各位那我的火大会比 没有签和好条约 没有跟他和好以前更大 因为你说话不算话 上帝跟人和好 借着十字架上 耶稣平息了上帝的愤怒 以及他的宝血洗尽我们的罪 他的圣灵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这样才是和好的 当我们跟神和好以后 我们就有一种平安 因为我们不再是震怒的上帝底下生活了 你知道上帝的震怒有多么可怕吗 上帝的震怒比一切的震怒都更可怕 在启示录第六章 有人那个世界上的人说 愿山倒下来把我们压起来 我们宁愿山压我们也不要看到 那个做宝座的上帝和羔羊的愤怒 各位我们都经历过地震嘛 九二一的地震 尤其你在灾群那边地震那么大 真的吓死你了 那个山移动的时候吓死了 各位当上帝震怒的时候 山的震动比上帝的震怒还可爱一些 上帝现在是忍怒不发 愿我们知道躲在十字架之下 因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替我们承受上帝的震怒 那我们真是灭亡了 可是当我们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 这个挽回祭这个平安祭的时候 那我们心中真的很快乐 我们心中真的充满了喜乐 因为上帝爱我们 我们就有平安 在这种平安 知道你安稳在一个慈爱 全能的上帝手中的 就带给我们安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 就好像假定吧 现在坐飞机不知道 大家还平安不平安 但是我们假定是很平安 都是最没有什么失事的 你也是非常好的飞机 非常好的驾驶 非常好的服务 非常一切状况都很好 你也完全有信心 那么这个飞行中间 带给你的平安 就会进一步带给你安息 很享受 而如果在 如果你是对上帝没有信心的话 那在最恶的事上 那就跟我们坐飞机一样的 在这个旅程里面 我们真是有好多的不平安 我们有好多的惧怕 在飞机上吃东西 哦呦 这里面会不会有碳居热 会不会有细菌 旁边一个人喝水 那个水里面 会不会他再打火机 一点就变成一个 那里面其实汽油 会不会有这个可能 我们有很多的不平安 这个世界 客观的环境里很多不平安 小孩子生下来就有各种怪病 我们吃的米可能是革米 我们在政治经济上面 可能有很多的不一致而争吵 这世界上没有平安 圣灵的果子 一个顺着圣灵而活 一个让圣灵在我们里面 常常运行的人 一个不凭着血气 凭着信心来行事人 他知道他跟上帝之间有和平 是来自跟神的和好 跟神和好 神带来平安 给我们安息 那所以我们讲和平的时候 要把和好平安安息 都放在一起来讲 安息 我们从安息讲起 这个安息最早的观念 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 就是上帝在六天创造世界以后 就安息了 那表示什么事 上帝做完了一切功就安息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朋友 你有事情没做完 有未了的事 不管是今天有未了的事 或今年 或你这一辈子有未完成的事情 包括如果您 如果我了 四五十岁 就知道自己得决症要死 我小孩才十几岁 不安 因为怎么办呢 那如果这样讲 我真的觉得我们中国人 因为有忧患意识 永远不能安 因为永远有一些未了的事情 永远 永远不 在这个世上不平安 你有信心 你知道圣的话 在创世纪就告诉我们了 上帝把一切的功都做好了 扫安污造 不要怕 上帝做好了 做好了我还怕什么 各位 我现在在这里录影 我多多少少有一点不安 如果我录得都很好 我最快乐就是结束了 回家了 对不对 工作做完了 上帝不仅是工作做完了 而且每一个工作都做得好 那我们在这种上帝的带领之下 我们就有安息 那么创世纪讲到安息 另外当然讲到安息 就是十诫里面的安息 这也很有意思 我要看的是在生命纪第五章十三到十五节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仆婢 牛驴 牲畜 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使你的仆婢可以和你一样安息 这个安息啊 有两个意思非常显然 一个意思就是说 六天要好好的工作 我们通常一想到安息就是不做事 没有 安息日除了再讲一天要安息 更重要六天要劳碌工作 现在很多人不想工作 我也知道工作很辛苦 很难能想到就是最好四十岁就退休了 三岁就退休了 继承一大笔遗产就可以不要工作了 我不是不知道工作的辛苦 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工作的话 不汗流满面的话 其实一天到晚玩是会很无聊的 是会很绝望的 在天堂绝对不是没有工作 天堂有许多的工作 我想也是有无限的工作吧 我们要管理十座城 五座城 今天马英九市场管台北市都很辛苦了 何况将来基督徒要管一个新宿 管一个新球 那需要多少的辛苦 只是我们知道在将来的服事里面 是一个有安息的服事 有安息的工作 就是不是那种焦虑紧张 害怕 嫉妒 怕别人做得好 或者是敷衍奢责的那种工作 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 上帝都已经做好了 我们六天心情的工作 我们也不把这个工作 因为当作咒诅 因为将来在新天新地里没有咒诅 但是仍然有工作 让我们现在就六天心情工作 这样安息日才真的有安息 你天天坐在那懒散打瞌睡 真的叫你睡觉 你又睡不着了 因为平常睡太多了 让我们劳碌的工作 上帝要我们劳碌工作 加上一家前后书都有说 若不做工就不可以吃饭 我们有做工的能力 有做工的机会 我们就要劳碌的工作 不仅是上帝给我们的处罚 也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 处罚是因为 我们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 命令是即使在没有堕落的时候 亚当夏娃就要在伊甸园里面工作 我们要劳碌工作 这是安息日的一个意义 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要让 包括我们的仆人 我们的牛驴 甚至到后来的安息年和喜年 我们看到连土地植物都要休息 这很合环保 这很合生态 现在大家拼命说 我们要提高生产效率 拼命的拼命的做好 这我觉得并不治 我们需要在神里面有安息 而且安息对其他的人 包括特别这里恐怕是对仆人 或者对我们低等的这些工具 包括牛啊驴啊 要有怜悯的心 恩慈的心 让人安息 我自己不是一个老板 但是我多多少少做牧师 多多少少有同工帮我 比如说整理这个整理那个 我在想如果我做一个老板 包括我在家里做丈夫 做父亲 我是给人家安息 还是给人家紧张的 哦 老板来了 哦 好 努力的工作吧 做一做给他看吧 愿我自己努力工作 我也不会给别人重担 我们是会给人该做的事情 提醒人要做 有责任要做 但是我们总是扶持人家 基督徒多多少少都是一个 小牧人也多多少少都是一只羊 我们既牧养人也被人来牧养 我们要让人得到安息 不要让人觉得很多的重担 这个安息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呢 在《猎王记》上第四章 二十五节 那里有讲到说 在所罗门的统治之下 以色列人是安然居住 以色列人在自己的葡萄树下 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 各位那真有点像桃花园的状况 所谓安然居住 意思就是没有戒备的 啊 因为有个英明的所罗门 和非常好的军队在保护我们 我们就不愁不发愁 每一个人我看 我们都常常被提醒这个世界是多么的不安 第一个各位你口袋里有钥匙吧 钥匙是什么意思 钥匙就是要防小头 钥匙就是有你不想要进到你家的人要进来 所以你必须有个钥匙 那我们中国人另外常常有个什么图章 图章什么意思 这是我本人 因为别人可能冒名 要证件 要钥匙 要这些都是人和人之间不相信 哎呀 因为默示罪恶真多啊 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信任是少了也不能安然居住了 嗯 布希总统他们说 哎 911以后啊 我们绝对不会让恐怖分子得逞 我们美国的自由生活方式不会被改变 各位这是说这是不真实的 因为一定会被改变 你以前经过这个非安检查 我想三四十年前可能根本都没有 哪里还遇到铁门让你走过去看你身上有没有带什么呢 在一个比较良善的一个大家都遵循上帝化的地方 那是很舒服 我有过这个经验 嗯 在美国嗯 我在读书的时候也在一个小镇那里幕会 我们是星期六去那里住在一个美国人家里面 我们去第一次去他们就把钥匙给我 因为因为我和我太太要出去探访 他们把钥匙给我们 我们拿了钥匙 吃完饭拿了钥匙我们就出去了 他们美国人已经走了 我们把门一锁就出去了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们看到这美国夫妻站在门口进不去 我们说怎么回事啊 他说你们把我们锁在门外了 我说你们自己不带钥匙的 他说我们很少带 那你们锁装了干什么 他说我们也从来没有上锁过 哎呦我那时候有一个好羡慕的心啊 美国那些金钱那些武力那些资金我都不羡慕 但是在一个地方大家可以习惯不上锁 因为不怕有人会来害你 这个叫平安 我们多么希望有 人在罪恶的世界没有平安 因为我们跟神为仇 我们也跟人为仇 所以如果要有平安 一定要圣灵不断地提醒我们 我们是在上帝的慈爱之中 我们一定要不断地被圣灵提醒上帝多么地爱我们 像罗马书第五章讲到的 我们与神和好就欢欢喜喜地站在这个福音里面 哦神已经跟我们和好 我们不在上帝的震怒之下 这个宇宙的主宰不是对我们发脾气的 各位你有跟太太吵架 跟父母跟儿女不和 跟老师同学不和的时候吗 如果跟平辈不和那就是一种冷战 如果跟长辈或上司不和 那就是一种惧怕怕被炒游鱼 如果跟下属不和就是一种气愤愤怒 因为因为他他事情没有做好 那么这种和好 一切的基础在于耶稣基督 因为不和好的原因都在于仇恨 在于罪恶 那耶稣基督在实际上所做的 就让我们能够和好 就让我们生活中的这些紧张啊 这些害怕的事情就得以消除了 每个人生活中都有很多的紧张 很多的害怕 神既让我们跟他和好 神就让我们 让我们也能跟人和好 我刚才引的罗马书 第五章 我们既因性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和 跟他有 我们跟神为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 得与和好 既以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 因为耶稣的复活 让我们的生命更有盼望 这个圣灵的果子是和平 是和好 是安息 这个是朋友之间 这是国与国之间 这是民与民之间 这是我们现在台湾政党 政治之间的 需要听到福音的理由 我不觉得有任何其他办法 能够解除我们中间的这种情节和对立 只有上帝的 各位我当然也承认 包括在我们基督徒 包括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有很多的纷争和不和好 但是请不要因为我们的纷争和不和好 就怀疑这个与我们和好的主 他所给我们的信实和他做成的救恩是多么的丰富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也讲到这个和好 和好就叫我们不再凭肉体来认人了 凭肉体认人 一个是凭我的肉体 另外一个是凭我认的人的肉体 凭我肉体就是我现在喜怒哀乐 来决定我要不要跟你相处 那这个人和人相处的基础就很不好 因为我喜怒哀乐都不常的 我也不能够因为你的长相 你身体上的叫我快乐或不快乐的东西 而跟你有距离或者相近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同样的 如果你长得漂亮我就亲近你 你长得不好看我就远离你 这个怎么可以呢 但是唯有当我们认识了上帝以后 我们就不再凭肉体认人了 没有认识上帝以后 以前我们都是凭肉体认人的 我凭着我现在舒不舒服来决定你怎么样 我也凭着你 这是一个美女就很喜欢 这个人长得不好看 或者这个人没受过什么教育 看起来不行 我就不跟他有什么来往 当我们在基督里面 当我们被上帝带感动 这种出自肉体 出自个人因素 不管是自己或对方的美丑 或者各方面优缺点 而产生的人和人之间的争执 就没有了 我们需要跟神和好 领受上帝的爱 我们就能跟人和好 在哥罗西书第一章保罗也讲到说 我们能够和好 是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 耶稣平息上帝的震怒 耶稣叫万有 无论是天上的是地上的 都跟自己和好 我们以前是与神隔绝 因着恶行心理与他为敌的 我们在以前讲过那个 锦边妇人的事情 我们讲过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不来往 我们今天看到这种 全世界各地的种族政治的纠纷 那我们需要信靠上帝 在神的恩典中 把那个隔断的墙把它拆毁 种族还有宗教 还有这个知识 我是大学毕业 我是博士 你是没有念书的 你是大老板 我是小员工 你是剥削我的 这种人和人的自卑 自傲 自大 产生的距离 我们需要靠着上帝的爱 来做和平的使者 那么在 在生活里面 我们也讲过扫罗 扫罗也是 我们就说他有很大的不安 我们也讲过 只要你信靠上帝像大卫 他虽然有对扫罗也有那么多的愤怒 但是他可以因着信靠上帝 他把这个非常恶劣的 叫他会非常愤怒的那个环境 有所改善 我们需要有这个圣灵的果子 弟兄姐妹和朋友们 就是今天 或者每天吧 我们的情绪 多么容易受到环境的起伏 你喜欢的人当选了 很高兴 不过那个当然只有几分钟的事 你讨厌人当选了很火 那个可能就好几年的事 火是持续的 高兴只有几秒钟 那我们生活怎么会快乐呢 那跟夫妻之间 还有家人 同事也都是这样 你在圣经里面 你可以看到 这种人和人之间的不和睦 是需要心中有圣灵 来结出那种和睦的 我们不多讲 我们就讲一件事情 这个大卫对扫罗非常的好 解决他的内忧外患 可是扫罗恩将仇报要杀他 那么后来大卫就逃亡了 一定是愤怒不得了 各位大卫是一个很有感情的人 很有感情的人 心中也常常难有和平 祈福嘛 大卫逃亡之痛苦 你看他许许多多的诗歌 都是哇 他真是痛 他想不了是你 是你来欺负我 是你来伤害我 那些要寻缩我灭我命的人 怎么样怎么样凶狠 他好火啊 那有一天扫罗在追杀他的时候 跑到大卫正在 躲的那个洞里面 扫罗一个人在那边 大卫看到他了 哦 是我们杀 大卫没有杀 别人说大卫的朋友 说赶快杀掉他 各位你一定要想到大卫多么的愤怒 看到仇家了 哇 耶和华把他放在我手里了 大卫没有 因为他心中有圣灵 他心中有圣灵 虽然很愤怒 但是他就是没有杀掉他 他还向扫罗大哭 表明他的心意 他让扫罗出去的时候 他就大哭 他说扫罗王你为什么要逼迫我 我们看那番对话 真是一个被圣灵充满 在内忧外患情急的时候 发出来一个美好的果子 愿意跟人和好 虽然扫罗没有跟他和好 但他心里 大卫的心里 不是要为仇的 我们有圣灵 不一定人人都愿意跟我们和好 但让我们有一个跟人和好的心 生活中也心中充满了平安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愿上帝赐福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